习主席推出所谓的大金砖合作 22号到24号到俄罗斯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的第16次峰会 其实国际人士说 习主席会推动大金砖合作 行稳致远 为全球南方注入新的动力 这次说有33国要参加 还有什么呢 欧亚经济特派团 独立国家联合体 上河组织 还有古特雷斯联合国这边都会去 但沙烏地阿拉伯的王主缺席了 却派外长参加 是美国压力真的很大呢 另外再来看到是说什么呢 说到了这一次的会议 当然很大主题 就是说会不会挑战美元的地位呢 现在路透社说 俄罗斯要在金砖峰会提出很多建议 要希望能够终结美元主导地位 但我们知道不容易也不会马上 慢慢的 但是美元霸权会受到很大很大的影响 尤其中国到人民币 现在是国际占比越来越强 9月份其实人民币的占比 可能还会持续在4%以上 大概是都是不断攀新高 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说将来会有一个大重设 The Great Reset 可是这个大重设 它是用一些什么步骤 或是它会分几个阶段去做这个大重设呢 恐怕是现在很难去断定的 因为觉得一蹴而就的机会是不大 那大重设为什么难 是因为如果我们仔细看什么叫美元体系 金砖是在一个美元体系之外 至少一开头是一个平行的体系 但是呢美元体系里面所有的国家 你用美元计价 所以它是一个计价体系 所有的国际贸易是用美元来计价 这个现在跟美国没有关系的国际贸易 用美元计价的还是超过四成五成 这是还有全球发行的债券里面 用美元计价的也是超过五成 所以它是一个计价体系 所以今天你要用任何一个地方去取代它的计价体系 这是有一点点困难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直接的交易媒介 这是我们最熟悉像Swift 还有全球的外汇交易 外汇交易的部分美元超过八成多 然后Swift用Swift里面的美元呢 也有四成多 另外比较大的是欧元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在你直接交易的时候呢 美元这个体系还是非常庞大的 再来就是除值 譬如说外汇存抵啊等等 那大致上在全球的央行 美国的占比里面都会超过五成六成 所以五六成五成多 还有美元在海外的部分呢 也有大概四成到五成 那这样子你看起来 除了这些在金融上面交易上面 美元的绝对的地位以外 同时它还有几个交换跟清算的体系 我们讲过很多次 除了我们知道Swift的那个报文体系以外 你还有直接的支付系统 这个叫CHIPS 或者是一个资金移转的系统 叫做FedWire 所以说这整个构筑起来的美元体系 今天你任何一个其他体系要去 跟它分庭抗理也好 或者说有一部分拖开来呢 它都需要调问这些事情 那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IMF IMF它是在保持在这个美元的大体系里面 全球货币一篮子的稳定性 还有它的抗冲击性和它的监理 所以你看每次IMF要借钱给人的时候 它就会教那个国家 一定要符合一定的什么监理的标准等等 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金专 在2024年呢 很清楚的从2022年开始在 俄国开始受到制裁的时候 它就开始说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另外的一个体系 但是由俄国所主导的欧亚联盟实在太小了 他们里面的经济体 彼此的关系也不够强大 但是这一次我们今天可以看到呢 现在已经在讨论的金专货币的选择 可能就是有几项 因为在金专国家的内部 刚才嘉远已经讲过了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能源 就是世界上非常大的一个能源的体系 它是一个非常大的工业产品的体系 也是人口的体系 工业产品跟人口都到了一半 那么能源跟其他的重要的物资也有三分之一以上 所以它可以自己制成一个内部循环 可以从美元体系中间剥离出来一个内部循环 就好像你有美元跟欧元市场 欧洲也是一个内部循环 那金专不是在一个地理上面的集合体 但是它可以是一个经济上面的集合体 所以现在开始今年讨论的东西 大概我整理一下就是这几项 第一个就是增加你的本币交易 像俄国跟中国大陆说 他们现金到了95% 就本币交易 第二个是多币种的交易跟互换 像俄国今天说 它跟金专国家加起来 就到了它所有外贸的85% 这是多币种 第三个是已经在实行的 由BIS所提出来 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 2021年开始测试的央行的数字桥 就是在央行这个地方做一个交换 在各个国家的内部 还是它的内部体系 只是在央行彼此要交换的时候 用数字桥的方式连结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最近在讨论的 就是你锚定黄金 或者是黄金再加上其他的 像石油这些 去做一篮子的货币 然后就做一个 有点像是欧元的 这样的一个新的金专币 这是最近在讨论的 那第五个呢 是最新最新在讨论的 是一个类似于IMF的SDR的 叫做R5的系统 那这个R5系统 大家知道那个SDR 它是一个记账系统 那R5也很像 那目前R5的优点 就是说每个国家的货币 不会像一个金专币一样 你要去转换成金专币 欧洲的国家得要转换成EUR 它就很多中间的计算 跟监理都要去 彼此承诺 包含你的什么通货膨胀 什么都要去考虑 还有你的国家债务 所以它不取代各国的主要的法币 它的初期呢 可以在一个非常小的地方 就是央行对央行 所以这个是最近在讨论的R5 那这个R5它叫执行起来呢 就很简单 刚才讲了就是央行的数字桥 2021年开始测试那个 我们说过 它提案了以后呢 开始测试了有泰国 有阿联酋 还有那个香港 在这些地方测试完了以后 今年就开始去让其他的商业机制 就是你不是一个有 中央银行发起的数字货币的国家 也可以有一些商业机制 来去测试叫做MVP 最简可行的产品 所以这个是 已经在做了从2021年就开始测试的 所以它有一个机制已经差不多了 然后另外呢 在如果你做一个R5的货币栏 那今年也开始讨论说 如果去做一些模拟 那就按照它的经济量体呢 就中国大陆会是40% 印度是25% 俄国是15% 巴西15% 南非是5% 那这样子的一些测试 在纸上上面就可以做一些模拟 所以它可以很快地 进入一个试行阶段 就算说今年讨论完了以后 还不到最后的成熟 它可以进入一个试行阶段 这个试行阶段有两个基础 很快地讲完 第一个是金融基础 金融基础我们讲过 就是你已经有了 它的金融的这个新开发银行 有应急准备金 跟现在的R5 这中间比较有趣的一点是 在新开发银行的时候 每这五个国家都是各出200亿美元 所以都是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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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等到应急准备金 就是哪些发生债务问题 要紧急去救援 像IMF那种功能的时候 你就看到它变了 因为这里面呢 其他的国家很多是180 中国大陆承担了最大的一个份额 就是410 41% 到了去讨论R5 就是要去虚拟的去做一个一篮子的货币 来做记账单位的时候 也可以很明确地看出来 经济实力最大的中国会是40% 所以从五个国家都是齐头平等 到了中国大陆承担最大的紧急应变 跟最后R5的时候 最大的这个财务中间的比例呢 就可以看出来有些国家 为什么会开始有点不愿意 因为他们发现他们的比例上来讲 好像它的重要性变小了 但是同一时间你可以看到 中国大陆它所承担的责任变大了 你不要印度不要乱 紧急应变嘛 那中国大陆是出41% 那这个地方印度还是18% 差很远 那最后就讲说这是金融基础 那最后就是经济基础 这图我以前用过很多次 它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光是只有俄国这些 被美国制裁的国家 他们的经济关系太小 刚刚讲了美元里面 它是一个交易货币 它是在彼此计价的货币 它这中间的交易量太小了 做不成 可是当中国大陆进来以后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制造 最大的交易伙伴 所以当它进来了以后 有SIPS这些进来以后 把这一整块的真正的经贸关系 放进去了以后 经贸这个经济跟贸易中间的关系 放在原来的安全考量 跟希望不要完全被美元载质的那个考量 结合起来以后 金砖将来有一个自己的交易或支付 交易平台或支付系统 应该是势在必行 只是它多快 它会多sudden 多么急促的很快的就进行 这恐怕就是要看美国对于其他的国家 手下的多重 对 所以俄罗斯是非常的积极 像很多国家 像在也很积极要加入金砖 所以很多国家想要加入金砖 为什么苦美久矣 亮哥不断说 大家苦美久矣 亮哥你怎么看 因为金砖这一次很大的重点就是 在非美元的这一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澳洲的珍珠与刺激网站也说 就会加速的美元 作为世界货币的终结 那当然说到美元为什么很强呢 是两大体系造就了美国的墙 第一个布勒敦生理体系瓦解了 以及苏联这两个体系的瓦解 所以美国成为世界超级的大国 然后1970年代SWIFT结算成立了 结果你看常常跟你意见不合就能踢出去 比如说俄罗斯 但金砖刚刚倩姐提到 现在有10国 拥有全世界大概35%的天然气 40%的石油 50%的工业的制生品 还有人口大国 中国大陆等等 所以美国的美元 可能慕智敏会是逐渐破产 或者是突然破产吗 这是澳洲的媒体说的 这当然是太夸张了 这个事实上金砖这五个创办国 中国的实力是遥遥领先 坦白讲其他四个国家 我看都自顾不暇吧 事实上这次金砖有 我看他们已经开始发行 那个Britx Pay 那它纳入支付的 它美元欧元黄金都纳入 还有各国的货币都纳入了 我觉得印度本来就是一个 本来就是 我也不好说它是美国卧底的 可是它就是来搅乱的 大陆都说叫搅屎棍 比如说上次在巴基斯坦开那个会 上河 事实上巴基斯坦也想加入金砖 那印度就说不可能 就说不可能 事实上未来还会有很多状况 印度当然知道它的角色越来越不重要 尤其是穆斯林国家逐渐都进来之后 那印度是有名的跟穆斯林国家相处的 非常糟糕的一个明显的代表 所以我是觉得金砖 它这个非美元支付的部分 其实不只是结算 支付还会连动到外汇的储备 这三个是连动在一起的 所以美元的占比一定会慢慢下降 不过我认为也不会太快 那当然比较长程的就是投资货币的部分 这个难度比较高 可是因为它早晚一定会发展出一个 所谓金砖货币的计价基础是什么 这个可能在第一次不会提出来 可是一定会做研究 那这个 这个就是对整个货币体系的一个重大挑战 那我觉得印度摆明的就是不要指定 人民币为我们的第三方货币 他就不要让这句话写进来 我觉得大家大概会顾全印度的面子 那所以这一次可能通过来是以 鼓励本币交易 然后提供多货币的交支付的平台 用这样来出现 可是我觉得金砖会议 它可能会越来越有政治性 我觉得美国已经警觉到了 比如说这一次 他们会不会针对中东发布声明 因为其实蛮多都是中东 对 所以我觉得可能性蛮高的 而且中东这个议题 坦白讲除了印度之外 其他国家都蛮有共识的 印度就常常跟人家意见不一样 是啊 所以我觉得如果 他开始尝试提出一些 对国际重大事件的声明 那他就逐渐具有政治性 然后这个当然就会转化为 他在联合国的一种声音 因为他自己的定位 就是全球南方 当然俄罗斯不好说 是全球南方 不过就是全球南方加上俄罗斯 就这样 反正就是有别于美国的声音 所以这个我认为就是 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 一个明显的挑战 那从这一次这个卡三的会议 我认为这两点都会出现 就第一个是非美元支付的部分 会正式提出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政治上的立场 后面这我补一点 这次他们有很多的国家 要希望加入 所以他们会讨论将来 他们加入的一些标准 那目前已经披露了 至少你有三个 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要支持 UN包含了这位安理会的这些改革 第二个是必须跟原始的金砖国家 没有什么冲突或者是不同意的地方 第三个很有兴趣 很有意思的是说 不支持没有经过UN所授权的 任何的经济制裁 所以它会在这种层面上面 逐渐的会产生比较大的政治上面的影响力 你最后那句再讲一次 好 就是说这些要加入 他们现在讨论的几项 第三项是说 不支持没有经过UN授权的经济制裁 所以比如说今天我美国要去制裁一个国家 那我一定要经过UN的授权以后 才会在金砖的这些国家中间被尊重 所以像这一类的游戏规则呢 你要说它是经济吗 它当然是经济 但是它有没有政治的影响力 就有极大的政治影响力 也会在联合国中间产生一个block 这就是为什么古特雷斯会去 然后以色列说你不准来 可是到金砖的时候 它会参与这个包含 对安理会相关的联合国的改革 你有防晒吗 我每天都有擦防晒乳 KS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真心推荐给大家 记得我的推荐码 CTI627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